6月28日 中法服装实业商会在巴黎举行第三届会长团及理事会就职典礼 池岸峰先生蝉联会长 当晚 400余位中法各界嘉宾出席典礼 向会长池岸峰及会长团成员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驻法使馆领事部主任许建功参赞 张亚琼秘书应邀出席就职典礼 许建功参赞代表使馆向新一届会长团就职表示祝贺 典礼上还宣读了来自中国各地政府部门的贺信贺典 就职典礼始终在十分热烈的气氛中进行 中法来宾频频举杯 互相表达美好祝愿 旅法艺术家们为典礼献上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欧洲网络电视报道